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 在這裡你會找到DSE數學 GCA數學 IB新課程數學的教學影片 以及考試技巧 另外還有很多跟數學有關的有趣題目都會和大家分享 快點訂閱按鈕和小鈴鐺 跟數學拉近距離 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一條來自越南的National High School exam 亦是同學要考大學之前的一個試 我們先看看他在說什麼 他就說有A和B都大於零一個正常數 正常數 就給了這條太太舊的比例 叫你找出A和B 我們發現這條比例是非常困難直接解釋 因為首先BASE和入面的BRACKET都是非常複雜 但是我們發現到 有一個很值得留意的地方 就是 第一個PART 第一個TERM的BASE 以及第二個TERM的PARANTHESIS 裡面的東西其實是一樣 都是4A加5B加1 好了 到另外那兩個PAR 這個綠色 和這個綠色 它們看上去其實應該是有一點點的關係 為什麼呢 因為發現到 16A2加B2加1 以及我們的8AB加1 如果我們有方法可以將它們中間 串連起來 即是等於符號 或者是其他不等式符號的時候 我們有機會可以繼續做下去 好了 我們發現到一個16A2 一個B2 以及一個8AB 5兩個1是不要的 我們可以從一個expression做起 我們可以 考慮 考慮這個expression 4A 是減去B 的whole square 我們發現到 這個expression 剛剛好 就是有三個 term 全部在這個expression 這個perfect square 4A-B的whole square 我們發現到它一定會是 大過等於0 因為 A和B 都會是 大過0 是一個positive的constant 好了 如果我們繼續把它 expand出去 繼續爆開它 16A2 減回8AB 再加回B2 當然會是大過等於0 對吧 好了 我要把我需要的東西 16A2加B2放在左手邊 減8AB加過去 變成8AB 我們有 這條 這樣的inequality 在手腦 好了 我們有了剛才的關係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equation的左手邊 我們發現到 這裡出現了16A2加B2 當然是加1 因為我們發現到它的base 兩個lock 它的base 其實它都會是大過1的 因為 A和B都是一些positive的constant 正常數 使它們兩個base會大過1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整個expression 是大過等於 是我將它第一個term 它的paranthesis 這個東西 是會大過等於8AB的 加1加1 當然是直接 好 加1加1 後面 完全是不要動它 我發現到 如果我們有了這個關係之後 我們就可以 繼續去想多些東西 我們看著這個expression 它們兩個真的非常相似 因為這個base 也是這個paranthesis 這個paranthesis 又是這個base 我們大膽一點 我們試試做一個動作 我們把這個 第一個term 我們假設它要做x 好了 那麼第二個term 和第一個term 有什麼關係呢 你就可以發現 原來第二個term 就是 1 over x 好 如果我們有了這個 這樣的 功能 我們試一下 Consider 這個y 等於x 再加1 1 over x 這個功能 好了 這個功能 因為我們現在牽涉到 一些大過小過的 一些iniquity 我想知道 這個功能 究竟它是怎樣變化 我想知道 它會不會有 min 或者是max 好了 如果 我們想知道它有沒有min max 當然 第一個做法 最簡單就是 defensation 即是我們可以用微分的方法 這個當然是最 popular 也是最穩固的 但是我這次就不會用這個方法 我想試一下用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是 我將這個equation 左右兩邊都乘一個x給它 乘一個x給它 好 我們的右手邊右手邊右手邊左手邊當然就可以變成x2 然後再加1 好了 我們再將這個xy的 term 搬過去它的右手邊 那麼這裏 其實就是一條quadratic 是不是 quadratic 的equation 好 我想繼續做下去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到 我想 solve for real sorry real values x 我們想解決 所以 我會 想將它的 discriminate 我們的判別式 是會 大過等於0 如果我要 discriminate要大過等於0的話 我就要 就是 整個b square 減4 a c 大過等於0 好了 花簡一點 y square 減4 會大過等於0 好了 要解這條的uniquality 也是OK的 是吧 factorize 大過等於0 應該就會有兩邊的 solution y大過等於2 或者 y小過等於2 當然啦 我們這次 只會考慮 positiv的這一邊 這一邊我們會 reject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的 a和b 都會大過0 好 如果我們知道 y 我們會發現到 原來它有這樣的 minimum value 我們知道 y這個功能 它的minimum 是2 2 我們試一下把這個 我們叫做2的minimum 我們試一下 放回這個 quadrant 0就等於是我們的x square 等於 2x 再加1 我們factorize 我們的右手邊 所以呢 x就是1 所以 當x是1的時候 我們的y 就等於2 也就是它的minimum 的value Value 我亦用了George Bra Sketch了這幅圖出來 大家看看 就是 這幅圖其實有個max 在b這個位置 負1負2 也有個min在a的位置 當然啦 我們這次 就不考慮 負數的範圍了 我們只會考慮 就是a這個point 它的座標 就是1 和2 好了 我們找了這個minimum value之後 其實我們就可以去題目 再看一看 我現在發現到 我可以把剛才的expression 把它寫成大 等於2 好了 但是我們發現到 原來的題目 一開始 它就告訴你 我整條的 整個expression 是等於2的 也就是說 這個2 其實就是整個expression的minimum value 好了 我要出現到minimum value 剛才我們的條件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條件就是 x要是等於1 我剛才Define了 其實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x 也就是說 我要將 Log 4a加5b 再加1 parentheses 8ab 再加1 將它這個東西 是等於1 好了 我要solve 這條式的話 如果我的 base和parentheses 裡面的數字 是一樣的話 這個呢 是Log to the base of k 我就會發現到整個expression 就是1 所以 我會設定 4a加5b 再加1 是等於我們的8ab 加1 可以cancel兩邊 4a加5b 就會等於我們的8ab 這就是第一條的equation 好了 好了 我要解決 A和b 那我怎麼辦呢 我發現到 剛才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有一條inequality 就是 這個16a2加b 2a2加1 和8ab加1 我們一開始說是大過等於 但是我們發現到 原來我現在呢 是要出現一個minimum的數值 我們要出現一個minimum的數值 其實我們就要把這個16a2加b2加1 是把它 等於 8ab加1 那你才可以 是出現一個minimum的 好了 即是說我的第二條 的equation 16a2加b2加1 就等於我們的 8ab 再加1 這個就是我們的第二條的equation 兩邊cancel了一個1 把8ab 移動到我們的左手邊 減過去 然後factorize 4a-b 是等於0 A就等於我們的4b 這是我們的第二條式 非常好 我們就 把第二條式 把第一條式丟進去 第一條式 我們的 4a 再加我們的 5乘 4a 這個4a 等於我們的8a 再乘4a 我們試一下解解這條equation 4a加 再加回我們的 20a 也是回我們的 32a2 我們可以把 數字丟進去 右手邊 抽回a 我們發現 32和24都可以 8去除 3 4a減3 所以a等於0 或者 a等於 3 over 4 但我們 因為發現到 a是一個 positive 大於0的constant 正常數 所以我們會 reject 我們的 a等於 4分之3 差不多 找來我們的b b等於 4乘4 4分之3 即是我們 3 這條題目 亦是吹得非常好 因為 中間牽涉到 很多 LOCK 以及 功能的 minimum 數值 亦是很值得 大家參考 這條題目